欢迎回到HKDeveloper,我是Vincy 今天带大家来到观塘参观示范单位 今次不是住宅,而参观商下的示范单位 就是由星星地产推出的云之端 云之端是全港手过用5G网络的商下 而且是用八达通出入的,而拍车也是 而我身处这里就是Unit3的单位 端端面积是305尺 单位里面的格局是四方方,非常方便设计 大家可以学一下发展商,可以选一间房间 加回对门,外面就是一个办公室的空间 而且这个单位是一个特高的楼底有4米高 而且除了Unit9之外,全部都是没有环粮的 现在就去到Unit5了 它的建筑面积是338尺 带大家看看它的密码锁 这个门锁是用金属设计的 可以用几种方法去开 包括密码,指纹,智能卡和Mobile App 而且它的密码每次都不同,非常安全 三个入面的窗帘是用了全白色的设计 如果Touchwood以后坏了都不怕 因为可以联络管理处,帮你弄回 而且它是特地用全白色的设计 就像他们的名字,一朵朵环 现在就开给大家看看 现在就位于Unit12 它的用面积是137尺 虽然比刚刚的单位是小一点 不过它的间隔也是四四方方的 而且可以像发展商那样 可以适合开网店的人 可以影视产品相片 而且还会有饱饱电脑 可以做回应工作事务 云之堆的每一层 都有一个男女过一个公共侮辱间 让大家看看它的空间 都非常之大,非常充足 而且要提提大家 要搭回他们的Mobile App 因为可以透过那个App 可以看洗手间和公共侮辱间的使用状况 而且如果你的信箱有新信的话 它都会发放通知 第一时间通知你 今天就带大家看完王之端的示范单位了 下一集我们就带大家看看附近的配套和交通 记得留意啦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like和comment我们的影片 下次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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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